名字打得很響亮 黑骑士番茄打开一颗颗种子 看似没问题 但却大端法律漏洞 大辣辣的就在脸书上 出现的这种粉丝团 来贩售中国的种子宣称疗效 但是却如入无人之境 立委林楚英 赵天霖 提报这些种子 通通从中国进口 透过脸书平台大肆宣传 吸引上千人下单 那将未经检疫的种子藏在其中 那透过寄件人无法追查的物流公司 来进行这样的犯罪行为 那所以他的这样的量 跟这样的公然的态度 基本上都是有计划 有组织的在规避台湾的法规 天文上教导民众怎么种植 但协不到两行 立刻宣称疗效 说美容补肾补钙 还能防癌抗癌 这一颗种子这样的如同仙丹 根本就是违法 输入的种子一定要申报检疫 那检疫合格以后才准输入 不明来源的这个种子 这个就麻烦交给我们 不合法输入的一定要来做销毁跟调查 中国业者不甩台湾法规 对方呛千人订购 也没见说要被抓 甚至大修订购单 结果曝光 原来是以装饰品申报闯关进口 中国种子走私渗透来台 靠着四部曲 从宣传到进口 到货通通违法 相关部门再不动起来 就怕有信仁无视法规再钻漏洞 三立顺人张德生 从小银身去小组台北报道